新竹市政府9月18号在文化局演艺厅 举行113年度教师节表扬大会 共有446位教师获奖 代理事长邱成远除了亲自出席颁奖表扬所有获奖的教师外 同时也感谢老师们对新竹市教育的贡献 并预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那其实今天总共获奖将近有446位的优良教师 那不管是在我们刚刚讲的教育奉献奖 或者是我们的竹倩名字奖 还有竹倩金师奖 那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奖项要表扬我们非常认真努力奉献 为我们新兴学子提供完善教学的老师们 在教师节的前夕举办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我们也感谢本府教育处林立生处长代理人团队 对于新竹市的教育工作不宜疑虑的 与我们的老师家长团体跟校方来共同努力 在这次表扬中由东门国校退休校长 黄美红荣获教育奉献奖 西门国校老师杨志角则荣获十多奖 两位老师在教育界持续付出 培养无数新兴学子 堪为教师楷模 能够得到这个奖 我真的是感谢长官给我这个机会 我退休以后 我还在继续在学校担任志工 尤其是课程与教学 老师怎么教孩子怎么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跟着学校一起来发展的校本课程 尤其是阅读 双阅读的素养 是现在我们108课纲非常非常重视的 而且我觉得最更重要就是亲职教育 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 要跟我们老师孩子一起同步的来学习 到底素养的学习是什么 让孩子的学习不再像过去用背着 背着不着孩子是只是为了考试 考完试就忘了 那对孩子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现在的学习是不一样的 孩子学了以后 他对于任何的问题或面对的挫折或什么 他都会用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就叫素养 能用在日常生活中才是真的活的学习 所以我退休以后就到各校去帮忙 需要的老师 还有需要的家长 还有需要的校长 我们一起来努力 首先非常谢谢新竹市政府给我的肯定 以及西门国小一路以来 有蛮多的校长对我的栽培 教育的最主要的目标 其实就是看见孩子的需要 那全力帮助孩子 那在我们学区有蛮多是需要帮助的小孩 那身为老师要针对小朋友的需要 那看到他需要什么 我们手边的资源 甚至可以帮他争取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帮他完成 那让小朋友在不一样的家庭里面 虽然是弱势 我们希望他透过学校的教育 能够翻转他的人生 那这是我们当老师一辈子最大的光荣 新竹市政府表示 市府团队积极落实新竹好学师政策略 并持让新竹的孩子成为世界的孩子教育理念 持续推动多项政策 包括班班有网络 生生用品班等硬体与软体建设 致力导致多元友善智慧化 以及国际化的教育环境 记者简收起采访报道